昨天晚上的网收还是挺不错的 有一条15斤重的大鸣鱼 其他的鱼货也是挺多 而且这一次的大货够多 大针鸟大黑鸟什么的还是上了比较多的 遗憾的是没有值钱货 有小红帮但是没有大红帮 也没有上龙虾什么的 然后往右重新放下去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大标哥 今天是早上的6点20分 赶起床准备去做个早餐 然后吃完早餐之后就要去旗网了 哇这边过了一夜 现在太阳干升起来 一日之际在一层 也希望今天有个好的开始 吃过早餐之后就准备过去拉网了 把机器启动一下马上出发 希望今天也是鱼货多多吧 昨天晚上虽然有大鸣鱼啊 也有小红帮 但是没有大红帮跟龙虾上来 总体上来说还是没有值钱货吧 但是确实鱼货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争取今天再接再厉 毕竟气温一回暖 鱼货还是比较多的 好了 王爷已经拉上来了 先上来一条龙虾鱼啊 漂亮的花龙虾鱼 柠檬来了一条啊 我这才想起昨天晚上好像没有上过柠檬吧 今天的这条柠檬还算是挺大的 柠檬这么多 为什么昨天晚上没有补到 这也是奇了怪了 天气一回暖 小柠檬的数量还是有的 而且最近的小柠檬真的是大 又大又肥的那一种 估计是太久没出来活动 把自己都养肥了吧 小镇钓一条啊 外海这边的鱼货种类还是比较多的 嗯 还来了一条大柠檬鱼 这也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大柠檬鱼了 去年的有一段时间大柠檬鱼的数量特别的多 我们基本都是靠大柠檬鱼发财的 然后就有一段时间没有了 毕竟冬天的大柠檬鱼数量还是越来越少了 看来是气温回暖了 大柠檬鱼就过来了 这条瑶鱼还是挺大的 看起来就是挺美味的 拿来煮粥真的是挺好的 这个网的鱼货数量不多啊 偶尔上来一条鱼而已 不知道是位置放的不好还是怎么的 西公鱼啊也就16枚 昨天晚上的鱼货挺好的啊 怎么到早上的鱼货就这么差了 而且这个网还是在海里面过了一夜了 然后这个网也就拉网了 虽然这个网比较短啊 但是鱼货也是真的比较少 第一个网拉网了啊 第一个网没什么鱼货 幸福同网啊 几条小薄皮还有两条大薄皮 其他鱼货都是没什么鱼货啊 放了一夜的网了 怎么还这么少啊 看来最近真的是没有什么鱼货 然后现在准备去拉下一个网了 下一个网是大网了 太阳刚升出来啊 阳光也是比较刺眼 把网晒的也是够黑了 准备拉到啊 看一下大网的收获怎么样 这边也是先上来一条小黄翅鱼 八爪鱼啊八爪鱼 小八爪啊 这种是长腿八爪鱼 白色的 挺好吃的这种 来老铁们给大家表演一个八爪鱼爆头 哇这边倒是来了两条黑雕 这两条黑雕都要一斤以上吧 最近黑雕的数量还是挺多的 而且每一条都是挺大的 又一条黑雕 这号网光上黑雕啊 一连上好多条大黑雕 每一条都要一斤以上 这一条就达到一斤半左右了 这个季节的黑雕够多 而且每一条都是挺肥的 像这样一条拿来清蒸一盘刚刚好 最近的大网收获的大货还是挺好的 没想到大网光上这些大黑雕了 数量也是挺多的啊 这一条才干解王又来了一条 这一条就大一点了 这条应该要达到两斤左右了 这号网就挺不错了 应该也上了有七八条的这个大黑雕了 大红斑跟大龙虾怎么还没来呢 虽然大黑雕比较便宜 但是数量一多也是比较值钱的 好了 这号网也就拉网了 现在准备开始拉下一号网了 这号网的收获就挺不错的了 第二号大网一刚拉上来就有一条大黑雕了 今天的黑雕是真的多 又是一条大黑雕 连续来了两条了 看来城包这号网的网友运气也不会差 这两条都是要两斤左右 挺大条的 又来一条又来一条 今天的大网要大丰收了 今天这些城包大网的网友运气就真的好 碰到这个黑雕鱼群了 连续上了好多黑雕 真的是又肥又大条啊 我来了超大的真雕 这条要四五斤吧 真的是大货 早上上了一条要七斤左右 这一条小一点 大概也要四五斤 五斤左右应该是少不了了吧 城包之后网的网友又是要赚大发的节奏了 越大条的真雕它是越白 然后放了一点黑色 小条的真雕就比较偏红色 大条的真雕它就粉粉的 没有小条的真雕那么红 这么大的真雕拿来吃四身就真的好 拿来煮的话肉就就有一点发财 吃四身的话是越大条越好 当然真雕也是越大条越值钱了 像这么大条的估计要达到 已经要七十块钱左右了 遇到这么大的真雕啊 网割破一点都无所谓 最多就割破一点 然后等回去补就是了 今天的大网说话还是挺好的 除了没有特别值钱的鱼画上来之外 好了四号网也拉完了 一条超大的真雕 还有三条大黑雕 大网是还剩下两号网没拉上来 又是一条大黑雕啊 这也是刚拉上来就有大黑雕了 跟上一个网有点像 最近真的是黑雕放浪的季节 鱼货也是真的多 又是一条大黑雕啊 这已经是第二条了 大网还上来了一条老虎鱼 会不会更大条的老虎鱼呢 大网上的老虎鱼应该不会小 看起来也是真的不小哦 越大条的老虎鱼应该是越值钱吧 不来大货了 这是一条青干鱼 这条应该也要四斤左右 不过青干鱼相对价格就比较便宜 一斤也就十几二十块 这条在青干鱼之中也不算大 算是比较小的了 大的青干鱼能长到四五十斤都有 然后这号网也就拉完了 鱼货也是不错了 最后鱼货大网啊 先上来一条大黑雕 应该也是要两斤多 看肚子也是挺肥的 看来今天是大黑雕爆发 一年上了十几条的这个大黑雕 可惜的就是没有大红帮上来 龙虾啊 山刀啊 石雕啊 这些比较值钱的鱼货也是没有遇到 不过黑雕真的数量多 我还上了一个墨斗这么大 要十五斤吧 看来一定有这个墨 也是很久没有补到这么大的墨斗了 超大的 不过现在什么价格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边后面又是拉了很久的网没有鱼货上来 然后这号网也就拉网了 虽然鱼货不多 但是有这个超大的墨斗也就值了 第二个网拉网了 第二个网说话还可以吧 算了比较多的大货 大黑雕比较多 要十几二十条 还有这个大增掉 还有个大墨斗 鱼货是挺多的啊 鱼货不多 但是大货挺多 好了 现在准备过去了 下一个网 现在也只剩下一个小网到海里面 然后下一个网的视频 下期待分享给大家看吧 也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拿奥导标哥 大家记得关注我看下一期更精彩的视频哦 谢谢大家